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么今天呢 量没有掉下来 而且台币还在续升 代表这个盘呢 大家还是在高档找机会 其实很多投资人都想问了 这个盘一路晶晶涨上去 到底什么时候是上车介入点 到底现在选股有什么样的重点呢 其实不止很多散户朋友这样的问题 很多外资还有法人也在想聊这个位阶了 到底该怎么办 如何才能够参与这波的行情 所以明显看到 你去看哦 最近很多法人都在想 最近很夯的低基旗鼓 好 怎么叫低基旗鼓 那我们这边呢 用一些条件帮他做筛选之后 我们发现到了 最近呢 有没有哪些法人才刚刚进行布局 而且从这个月 这个月大盘轻轻涨上去 持续创下29年来的新高 但是这些个股它这个月的涨幅还小于10%的 代表就是才刚刚做起涨 有哪些呢 包含像立成 这个是法说会的江一才带动昨天股价 才开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攻势 法人已经连二买了 今天也是投信才刚刚买 今年没涨到哦 也是前两天才开始做发动的 系格 和硕 这些都是有投信 外资连买 但是这个月涨幅小于10%的 还有哪些呢 我今天一并的帮大家进行一个筛选 包含了像伟创 宏达店 不要看宏达店叠这么惨 外资连三买咯 连店 瑞育也是这一波 持续有外资在进行连买 这些比较偏低基旗的一个个股 那钟灵哥 你们帮大家看一看 当大家看指数已经创29年来新高 不知道该如何下手的同时 同性法人他们在抢的低基旗鼓 好像火上才刚刚浇油 有没有机会一路的量管量上工呢 我认为有机会啦 因为像那个现在到底要买什么 其实不是只有投资朋友一些商务的问题 反而也很在乎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老实说 如果说你持续在拱什么红杰科 持续在拱什么3320 双红这种天上的 说真的 那个成本已经奠高了 而且合理价其实也快到了 那再加上什么 再加上其实你股价推到高点 其实你还是要原来来帮你抬一下嘛 你这种高在相对位阶高的 其实大家抬的意愿不太高啦 所以他们也在找说 看有没有新的题材 以及刚整理过后转强的 不是那种跌很深的 是整理过后 然后它现在均线纠结 然后位阶低 甚至说什么 它只要可能推个一根两根 整个线形它就变成多方排列 那多方排列其实在一般的市场上 比如说我们每天在看的时候 它如果变多方排列反而又再买的话 其实就变什么 它就变成说是选股的一个标底之一 那如果说你从这部分来看的话 我们外资的部分先把它拿开 当然不是说外资不好 而是现在的操作里面 外资很多都是短线客 因为像之前的嘉义的资金 其实它都获到一些外资里面 那个东西比较不好判断 但是呢 你听过假外资 请问你有没有听过假投信 没有吧 有听过假外资 没有听过假投信 所以投信的买盘 看一定是真的 那投信买盘是真的话 一般我们在看 这是投信的部分 如果说我们要看筹码集中的话 一般我们都会抓 差不多投本比三成以上 就有三成以上 它是有比较具有投本比 筹码集中效果的 那如果说以主要来看的话 其实你会发觉 四档股票里面有两档是什么 两档是具有族群性的 那其实我相信我在那个 连线里面我跟大家提到 有时候你在看股票的时候 你要先去找那个族群性 比如说你5G或者说什么PA 或者说散热的部分 就是他们都是有族群性 你有族群性才容易什么 才容易比较吸引 那个市场的眼光 那如果说以族群性来讲的话 我相信昨天那个新闻媒体 报道很大的什么 是那个miniLED嘛 那miniLED昨天投信买了 一缸子的晶电 那除了这晶电以外 第2名他买多的是什么 买得多的是6278台表科 台表科是做那个miniLED 那个背板的 所以就是他们是有族群性的 那族群性的话 今天这部分来看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到 就是他们还是有续航力的 就是均线纠结上去 然后呢又有续航力 那有续航力的话 其实像这个我都可以留意 那当然不是说什么 什么联勇这些不好 而是我们有时候在看的话 就是我们刚刚是不是讲到 很多外资是短线客 对不对 那你怎么判断是短线客 就是30分钟K 是可以简单的去判断的 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比如像你看那个今天的部分 今天他从 就是从昨天开始 你看到现在 你会发觉 他虽然说涨多 推上去是有震荡 但是呢 他整个30分钟K 就是那种出大量的那个K棒 请问他到底没有被套牢 他从昨天到现在 他出大量的K棒 是完全没有被套牢的 他涨上去 他有做整理 没错 但是呢 大量去是完全没有被套的 比如说像现在 比如像现在我们连线的 这一根K棒 它是有点小黑 对不对 那小黑不好意思 它没有量 它没有量的话 那早上低盘这个量 其实它怎么样 它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整个大量去 它是没有被跌破的 但如果说你看那个 3034的联勇 早上低盘强不强 超强的 直接冲到什么 直接冲到209.5去 就是从9点到9点半那一盘 但是你有没有发觉 从9点半开始到10点 怎么样 他早上低盘 出量冲的 全部都跌回来了 就是就整个路回来了 那代表什么 代表就是 一上去就有人 就有短线客在那边 就是要做当冲干嘛的 那像这个就是 短线他怎么样 就是你带上去被套牢 你后面就是 你可能需要时间整理 然后或是说 再有法人 再把这个交委给推回来 不然 我们说真的 就是你套牢 你套在上面 你现在如果说 没办法解套的话 你尾盘容易怎么样 尾盘就容易 尾盘容易 比较容易跳水 最近不是很多国家都这样子 早上拉一拉尾盘的 尾盘全部录录下来 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如果说 你从这部分来看 就是我们结合什么 我们结合 以最近的这个 法人的动作 就是 哎 法人最近在买什么 他买一些低机器的 然后呢 又有题材性的 又有族群性的 然后呢 到今天为止是 还没有被套牢的 就是那种 30分K的大钢区 都还没有被套牢的 我认为如果说 这个地方要选的话 其实我认为像那个 迷你这个题材 我认为像这些股票 像金电啊 台北科 其实还是可以 操作上也是可以留意 好 总理哥 短短时间 我也要再请教你 因为最近的大盘 当大家都在关注 这个是接下来的法说 还有美股的财报 周旗跑 其实昨天有一个利空消息 但大盘好像 对它蛮淡定的 这是呢 得宜看 但营运有人说 这是为半导体 接下来的一个科技 财报警讯 开了第一枪 结果相关概念股 似乎没什么在怕 那这会牵动台积电 新权这些台厂的 接单表现吗 不过台积电 毕竟在法说前这股价 真的已经标一大段了 最近的强势整理 其实也还在 合理的范围之内 反正最近呢 大家还有一个题材 要做注意的 是美股的科技股 真的旺翻哦 包含了MD 最近的新闻 其实也蛮多的 我看到外资报告 大魔说了 还叫大家 快乘未来一两季 逢低买进超微 因为现在超微 领先了Intel 在推7nm的晶片 相比Intel 今年才涨10% 超微今年已经涨了 超过有七成之多 那么Intel最近 也要传CPU砍价 就是希望能够 扳回一成 从最近的 美股科技的一些财报 我们看得出来什么 盘面当中 连接过来 可以关注的方向呢 如果说我们先讲 庭权刚刚一开始 讲到半导体的部分 其实半导体衰退 它主要衰退在什么地方 它衰退在低润 然后PC这部分 其实低润跟PC这部分 其实我相信 这个量 大家也心里面 也非常清楚 其实它不太可能成长的 但是台电的成长 气息在什么地方 台电的成长气息 是在什么低润 什么PC 什么车用 不是啊 台电是7nm 5G跟明年的5G手机晶片 所以两个地方是怎样 那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会看到 奇怪昨天为什么 今天早上也看到 半导力空 但是呢 怎么好像没什么反应 其实就是这个部分 就是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那像不一样的东西 像庭权讲到那个AMD的部分 其实AMD的部分 我认为这个地方 是可以留意的 因为法人也偷偷在买这个部分 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像那个 AMD大家会想到 建策跟加责 对不对 加责的 加责这个可能一根拉过去 就过高了 他在高档这边做整理 那个区线都没有破 那如果说我们看建策的话 建策价位可能稍微清明一点 因为他一百多块 你可以发觉 今天是10月20号 他从10月4号开始 他就投信的部分 天天都在买建策 他每天都买一点点 然后大富士无比呢 大富士无比这两个礼拜 都是往上升的嘛 他不仅投信在买 外资也在买嘛 那么发觉 他今天拉起来 他今天最高是150 那我们刚刚是不是讲 那些没涨的股票 对不对 请问他是之前 有涨过一大段的吗 没有啊 因为你均线纠结 然后这两天才冒出来 所以这种就是 法人这个地方开始在买 然后这个均线又纠结 快利没什么大 然后后面又有题材的 我认为像这个也是 可以留意的标底 好非常感谢宗林 给我们带来 在目前盘面当中的 一个掌握跟观察